这就结婚了 刘霍 你是已婚男人 我真的结婚了吗 为什么会觉得很迷茫呢 芽芽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咋 喂 刘霍 赶紧来误会问一下 喂 刘霍 你可来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你跟我说实话 你跟毛鸭鸭到底什么关系 毛鸭鸭是不是你小三 你在说什么 毛鸭鸭是我的女朋友 怎么会是我小三呢 你行了吧你 你们家那位都找到这儿来了 哪位呀 你说什么说清楚 你正牌女友啊 何与琪啊 何与琪来这里 那怎么着 我就没瞧出来啊 你看你挺精明的人 一阵一阵冒散气 男人嘛 看见那漂亮的小姑娘 难免有动心的时候 把持不住的时候 但是 那也得回家呀 你看人何小姐都不错 你们两口子 得好好的过日子 你得对得起人家呀 你在说什么李小宝 我在这住了那么久了 那个何与琪 我不管她跟你们说了什么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鸭鸭也不是我们的小三 你别听到什么就当真 还有我告诉你 李小宝 你管好你自己该管的事就好 你别该管的不该管的 什么都管 我怎么不该管啊 事不公有人管 路被平有人铲 毛鸭鸭是我的下属 我正管她 再说了这事要传扬出去 那人家 对我们误管办的人怎么看 我们还有脸在这儿待着吗 对了 那个毛鸭鸭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你怎么又问一次啊 毛鸭鸭是我的女朋友 何与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给我嚷什么你嚷 给你点的 你的最爱 你干嘛呀 干嘛一见我就那么大火气 是不是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去武馆办闹事 你为什么要造鸭鸭的谣 鸭鸭 叫得还真亲切 原来你找我 是为那个小三啊 放尊重一点 谁小三 我叫他小三已经很尊重他了 刘霍 你明明心里是爱着我的 难道他在我们两个之间 不是第三者吗 你疯了吧你 这一直都是我想说你的 我觉得你才是疯了呢 跟那样的女人在一起 你是真疯了 他会毁了你的 刘霍 不管现在你说我什么 都没关系 但是将来事实会告诉你 我们两个谁对谁错 我们之间有什么将来 没有啊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们两个是不会分手的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们两个是不会分手的 我们两个是不会分手的 刘霍 刘霍 我们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 我们便一见面 就为了别人吵架 我还有一个喜事要告诉你 我已经进入同建国的公司了 用不了多久 我们的公司 就会一步一步地壮大 到那个时候 火器公司一定可以吞并剑化公司 还有 就是同建国给你的屈辱 我会全部都一起拿回来 那就是将来啊 那是我们两个的将来啊 你怎么都搞不清楚 同建国没有给我什么侮辱 我的侮辱是你给我的 我跟同建国之间的矛盾 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用不着你帮忙 你跟同建国之间的问题 那是因为他占要了我 所以你心里不舒服 你不服气啊 他没有占有你 是你自己贴上去的 刘霍 算了 算了 别说这些 挺不舒服的 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你要做什么与我不关 但只有一条不要欺负丫丫 不要再欺负丫丫 我爱他 现在是将来也是 我会一辈子跟他在一起 一辈子你听清楚 我不会相信的 你说这些我不会相信的 刘火 刘火 你给我回来 我不会相信的 我想啊 安先生 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啊 现在的存媒神充广大 应付他们我头子大了 难能睡得好 其实 我觉得我们前期的保密工夫 做得非常的好 本来是准备十一段实习 才宣布这个项目的 可是现在 别耗了 顺水推租 早点宣布 早点 把七星级酒店这个知名度 打出来 是啊是啊 可是安先生啊 我担心呢 我真的担心呢 你说你最近跟那些大公司 接触那么多 恐怕要把我们给忘了哦 你还担心呢 程总 你们那公司在国内的建筑界啊 是 小鱼小虾比得过你吗 您可真会开玩笑 那好啊 安先生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 关于这个七星级项目的谈判 我想合作意向是 不行 啊 谈判就是正式启动 需要谁一输 我已经叫人起草了 这个是法律问题 要好好详细地写 需要时间的 理解 理解 对了 对了 我今天来呢 还有一件事情 想拜托一下安先生 你怎么拜托你说呢 我呢有一个长期合作的设计公司 他听了这个项目之后呢 特别感兴趣 他就一直求我 向您举荐他 不知道安先生 有没有时间 跟我朋友会跟面呀 你认识多一点朋友 对我的事业是有利的 好 不过我私人对你说啊 设计方面的人选 我有了悲选 是吗 不知道哪家公司 这么有幸啊 你认识的 没有火的火器公司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从今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战场 我们的一切 这你就满足了 我觉得以后 我们的办公室一定更大 更奢华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北京城 不用了吧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也挺高的 已经看出去 虽然没有整个北京城 至少也半个了吧 不 我们要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老伙 我觉得你什么都好 就是呢 有点缺乏斗志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两个一起努力 到时候 我一定让你成为全国 不 全世界 最棒的设计师 好吧 我永远不能 安慰你想要的 那个人 幻想有一天 你会 珍惜一面 我给的心想 无论我躲着 不完整的嘴巴 我 啊 你会 真的是 你会 竟然 我 by 你会 我 我不怪你 我犯过错 你也犯过错 现在我们扯平了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真正的剧本 故事都只能扛容 我一个人 如果你有天想起我 我希望你也会令我如风 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在这儿干吗 我不想回去 又怎么了 都领证了 赶紧回去跟你妈讲清楚啊 要不然的话 怎么证不就白领了吗 不是说这个了 我的意思是 如果这件事情 我跟家里人说了 就摆上钉钉了 刘虎 如果你现在想反悔 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反悔 你也不离婚 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可是我真的觉得亏欠你太多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 孩子是一个太大的责任 我真的不想让他一直牵盼着你 可爱 了解 既然你谈到这个问题 我就好好跟你谈一谈 关于孩子其实我 其实我心里也没提 有未來的是誰知道嗎 走一步算一步了 你現在趕緊回家去 跟你媽講和大冬天的 你到底想待到什麼時候啊 安先生有一件事情我想問一下 你跟這個劉火到底什麼關係 我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我第一次見到他 是在那天的酒會 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你為什麼這麼器重他 北京好的建築公司不少 以他的實力跟資歷 離我們要求差得很遠 我們都年輕過 都是白手起家的 在你創業的時期 我肯定你遇到過貴人 我非常看好有話 我希望做他的博樂 博樂 好 但要是我反對呢 既然我們沒有辦法說服對方 那只能求同權益了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你 我 不表態 讓劉火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讓劉火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 安柴這個老狐狸 誰都不知道他到底怎麼想的 反正你給我把它盯緊哦 一有情況隨時告訴我 建築公司 來 喝點水 又跟誰通電話呢 小張 怎麼了 出什麼事了 沒什麼事 跟我還保密啊 從昨天晚上就看著你這臉 好像別人欠了你錢似的 說吧 讓我替你分擔分擔 不管怎麼說 我現在也是你的大秘啊 你實話跟我說 流火到底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 你這是又怎麼了 說吧 我向你保證 我不知足 你是不是 還愛著他 建國 咱倆現在好好的 你為什麼又不信任我了呢 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呀 我想得到的 不只是你這個人 還有你的心 建國 只要你對我好 我心裡自然能感受得到 時間是最好的東西 它能讓人 忘掉一個人 也能讓你愛上一個人 也能讓你愛上一個人 以後的事情 誰又能知道呢 我希望 你能多一點心 回家 我未來 試一下 和 人 涟 好 芽芽 告别过去 才能够迎接未来 让我们一起回新的生活 奴隶吧 那我也觉得你会缺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过去 我 博 这么晚去哪呀 倒垃圾 倒垃圾 从来就没有倒垃圾 就不想死我了 就不想死我了 我说是否有什么事 就不想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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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苦的是你自己 你要真有这个时间 你应该好好想想 你肚子里的孩子 应该怎么处理 气死人了你都 喂 姐 喂 小青 你说的那个三碗汤 你到底送没送啊 都送过去了 我照片不都发给你了吗 那照片上又没有日期 我怎么知道 那几张照片 是不是一次拍的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你到现在 还不相信我是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也不是也是着急吗 怎么到现在 一点动力都没有啊 姐 你明天有空吗 我给你送点东西过去 什么东西啊 你明天看了就知道了 我这一句两句 也说不清楚 好 小青 怎么刘果她妈妈给我打电话呀 我怎么知道呀 我不跟你说了先挂了啊 好 喂 您好请问哪位 这么快就把电话给删了啊 我 薛东呢 您好 您找我有事吗 没有 是这样子的 明天想跟你见一面 不知道有空吗 可以 只要您想见我随时都行 谢谢赏脸啊 好 那明天等我信 是 来 多吃一点 转正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啊 你东西收拾好了吗 那怎么没跟我说啊 这个要说嘛 快吃吧 一会上班该堵车了 那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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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吃了 你吃了 症之后 我觉得 你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以前你怎么想 就怎么说怎么做 虽然一点都不温柔吧 但其实我觉得特别可爱 但现在你处处小心 对我照顾得无为不至的 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 那 那我对你好还不行啊 难道 我们俩在一起 我得打你慢你才行才开心 不是不是 我当然希望你对我好 我也会很开心 但我希望是真正的好 不是像现在这样 有一点好像是 出于补偿 你怎么说 算了不说这个了 咱们换个话题 你什么时候要跟你家里人 讲我们的事啊 不是说好要一起为新生活努力吗 六合 你别逼我行吗 我要怎么说呀 我妈如果要求双方家长见面 你怎么办 你妈会同意吗 本来我们俩结婚就是 先整后座的权宜之计 对 你说得对 当我没说过 好了我要去上班了 再不然真该晚 你还没吃呢 你吃了再走 我吃不下 我先走了 这卡 你拿走 你干嘛呀 你拿走 生孩子要花钱的 你拿走 那是借你的又不是给你的 别那么固执好不好 你再这样 我真的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那就还一辈子吧 喂 喂 刘华 有事吗 我在开车呢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也不是真的生气 对了 刘华 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 你帮我找份兼职吧 我想自己赚钱养孩子 我知道 还有这个卡 我不想听 就过打我 我看就变你一辈子 然后我看你要走 走 我看你不够拥了吧 你必须不够不够 你不够 都是女孩追你是吧 当然了 本来还想跟你说说 泡妞大法呢 看来想多了 还放这大法 泡妞大 进 丁 晚安 你们家刘公子 今儿怎么没送你过来呀 小两口也不多腻歪一会儿 人家镇房都回来了 当然知道收敛收敛了 你们姐们干嘛呢这是 上班时间 拜访议论别人 你们这都像话吗 你们好好地向鸭鸭学习学习 你看这鸭鸭 向来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其他的都是浮云 明儿你们也上一回 光荣榜让我瞧瞧 那是你们的能力 光荣榜 宝哥哥 你可别忘了 你那引以为傲的光荣榜 可是你自己让撕下来的 这光荣榜可不是谁想上就能上 是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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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都给我工作去 都给我工作 全都工作啊 我也工作 好 花姐 你就放心吧 只要留火跟鸭鸭在一起啊 不但孩子的问题解决了 而且她永远不能跟小归在一起了 这个女人要想忘掉一个男人呢 她就得靠另外一个男人 你说对不对 干什么呀 王夕霖 这个孩子只要留下来 就是个定时炸弹 您还真不知足 走到今天这步啊 您就已经得谢天谢地了 不跟你说了 我到医院了 你看 我为了你这事 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干了 这我爸妈要知道 非匹了我不可 我这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吧 你是不是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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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钱吗 爸 就爱跟你们这聪明人打交道 这给娘经常的按摩 知道吗 爸 醒了 爸 谢谢啊 你妈她刚刚的伤怎么回事 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跟我说 没事 没事 爸 还不是因为鸭鸭啊 去倒壶热水去 你怼我干吗 倒壶热水去 鸭鸭 小婷说的 是鸭鸭吗 不是鸭鸭 您听错了 是鸭鸭鸭 那鸭鸭鸭不是 横咱们小区门口了吗 我妈没看见 撞脑袋了 妈 您不晕了吧 没事了 您看 这不是岁数大了吗 眼神不好 没看见 光一下创伤了 没事没事 小心点啊 鸭鸭呢 她怎么不来看我呀 这鸭鸭吧 这 这鸭鸭吧 这最近特忙 总加班 你放心啊 她闲了就会来看你了 徐琳娜 你说你都三十多岁了 能不能干点正经事 绷绷一位 家里加班 搞她一个人 身体受不了 来 爸 您说这话我特别不爱听 我们家西林 怎么就不干正经事了 您住院她跑前跑后的 公司好几百万的生意 都不管了 就在这儿照顾您 就这么着也不落您半句好啊 您女儿怎么了 你宝贝姑娘比她强 肚子不还是被人家 小婷 能不能倒背热水去 爸 没事 那肚子没事 就是急性肠胃炎 病了 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她 她怎么也不请两天假歇息呢 一个辣肚子 请什么假呀 没事 这么不顺呀 烫死我了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吧 别在这儿添乱了 猫心里你说谁添乱呢 我手背烫成这样不到 关心我一下 还说我添乱 我添乱你妹妹算什么呀 大着肚子 还要当单亲妈妈 那不叫添乱叫添堵 我闭嘴 怎么着啊毛行列 你还要打我是吗 我跟你讲毛行列 你今天要不打我 还跟你没完啦 要打别在这儿打 回家打去 我就在这儿打 吵什么吵 这是医院 赶紧给我滚回去 赶紧给我滚回去 开玩儿啊 那个 没事 你 你难受吗 难受我去叫大夫 回家 你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出院 回家 现在 小青 你干吗着急忙慌的找我 你拿的是什么呀 雨夕姐 这个 还是你自己看吧 你为什么拿我东西啊 你为什么拿了我照照的衣服啊 你从哪儿拿的 我 你说话呀 我从垃圾堆里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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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생 在秦处的 慢着啊 这还在秦备里送店呢 你别让他iedo 爸你回来了 爸 你怎么回来了 燕燕 燕燕 燕燕了 时候了 哥 你怎么把爸结回来了呀 这万一出事要怎么办 不是我姐也能看自己要出院 你还有脸说呢 你爸就是想回来看看 他这个不孝女是怎么造孽的 元雅 别听他们胡说 医院哪有咱们家好啊 我就是想回家 想我们鸦鸦了 可是爸您的身体 没事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没关系 元雅 现在咱们家人都到齐了 当着大家的面 你老实交代 你肚子里的孩子 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想生下来 雅雅 你是不是打算气死我 就是 雅雅太过分了 你闭嘴 雅雅 说 心里怎么想的 就说 爸 妈 我结婚了 什么 你结婚了 结婚了 什么时候结的 这跟谁结的呀 看看看看跟谁结的 妈 给您看看 刘火 雅雅 怎么回事啊 结婚能是过家家吗 妈 我觉得雅雅这个决定 还是明智的 爸 这小伙子呀 还是我给雅雅介绍的呢 三十多岁 一表人才 跟雅雅在一块儿 胆才女貌的 人家自己还有一大公司 雅雅下半辈子有着嘴儿了 你闭嘴 雅雅 跟我说 你到底是怎么认识她的 她对你好不好啊 爸 您放心 她对我挺好的 黄雅雅 刘火知道你肚子里怀的 根本不是她的孩子吗 知道 她知道了也不介意 而且还愿意 当这个冤大狗 她不介意 她即使知道 孩子不是她今生的 她也愿意 她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帮我 帮你 天哪 我才不信哪 天底下有这样帮人的人 毛鸭鸭 你是不是跟刘火合起火 来骗我们了 毛夕霖 赶紧给我看看 这结婚证是不是假的 这还能有假呀 怎么不能有假 现在什么都能造假 您看 这上次又有章 又有刚印 又有编号 肯定是真的呀 爸 妈 不管你们相不相信 我已经结婚了 我现在珍重提示地 再说一次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生下这个孩子 我们下游戏 做个体验 我们下游戏 寻信 所 Speaker的人